Hello,我叫ShayShayBuzz Living Pan 你在看的是Toyz TV 你合作過什麼公司?日本公司? 有沒有去過外國公司或者香港公司? 香港是沒有,你說美國 其實五大洋行都做過 即是那些H字頭、M字頭 日本的T、B 實在做過 你覺得兩批公司最大的分別是嗎? 如果你說美國行的安全性 那方面會著手很重 日本公司反而是說 年齡層 可能15歲家 那些 根本它真的做出來是Hobby 美國那邊就是大陸的玩具 我想其實整個工業發展 真的挺有趣的 其實最初由美換開始 我們以前八九十年代那些玩具 真的只有玩具 另外就是模型 買到的其實全部都是玩具 到後來九十年代 日本Bandai 那些公司開始霧氣 他們就將這件事變成一個 產品 即是有無形級數的產品 所以可能真的不同 說到日美公司的分別 或者有趣的觀眾 因為其實觀眾很喜歡 因為其實見到原營師 他們覺得眼都放光了 因為這些就是他們 日常玩的玩具 幕後的那些工神 但其實日美公司 除了你說安全性之外 要求 或者它的風格 是不是很不同 那一定不同 有什麼不同 美國那邊就玩迪士尼的那些 那你牙仔那些 就玩回日本遊戲 那些 我們都知道 美曼那些線條很粗 很大隻 He-Man 很大隻 日系那些是否比較輕鬆 會是 但你剛才說的 這兩邊都不太現實 因為全部漫畫 但日本在做寫實方面的 他們是不是其實 那個要求 有它特別的想法呢 其實日本的工仔 通常是日本原營製作師 放回去 挑完那隻板過來 我們就是負責 幫它搞生產 跟它想辦法拆件 出到網 噴油上色 總之真的落到貨那種 都有聽聞過 是 日本那邊就很 注重外形 所以他們會找回日本的原製作師 做一隻手板 是 是 結構上 可能說機械人 那些 你就要從他的手板 重量少改到外形之下 又可以做到他的要求 嗯 嗯 我也聽聞過 或者見過 其實認識過 日本那時候都很多 多營營師 原來他們都 在刁人營那裏 有他們很獨特的要求 就是 日本始終會送回自己 那邊的營造師 是 很少給人營去刁的 香港 少一點 很少 很少 剛才你說的就是後期 去到工程那部分 就幫他拆件 是 收拾一些生產上的東西 就去 是 是 但我見你依然是 當時都做到坦克車那些 那你怎樣可以得到 日本公司信任 因為你這件事你不牽涉 好像那些公仔 人形那些 你都是硬掘掘掘 硬掀掘 硬掀掘 車就是赤 是不是 沒有說像不像 你跟到他就給你做 是 因為我們接到這張 這張單之前 都特意做過幾架給我們看過 告訴他 我們有什麼能力 做到這些車 他才會放心給你做 是 在這個案子上 他有沒有自己 在那邊日本營私 都要放了舊 叫最初型給你們 才再收拾 還是不是 整個項目都扔給你們 沒有 直到一開始 就在我那邊做 那就好 因為 都不是人形 因為人形那些 就好像可以幫忙 幫忙收拾 但如果這些 真的 是由零開始 就是你們幫忙去處理 是 那時候會不會有些成功感 都很開心 是 因為那時候賣到通街通行 那我不知道他賣到多少 很厲害 那時候日本很多 賣很多 無論盒彈 或者叫原型的那些 扭蛋也有 我們在香港也很難行 甚至我當時 我以前做網上名手也開始 我們多時 日本的盒彈玩具 其實很多玩具都是日本玩具 其實不是全世界通行 就是在日本又通行 很多香港是用水貨形式進入了 而外國更加沒有 我們這班外耗者 就覺得很漂亮 於是我們走去 trade 或者去賣給別人 那就賣很多 是啊 所以今天我也看到偶像 其實 當年就是做這些 坦克車的那些 原來是香港人 真的很難 出售 出售 入售 出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